有些人說話,經常啰啰嗦嗦,不停地重複一個訊息 如果好像有些老人家那樣,又長氣又沉氣 可能是寂寞,應該多些體貼,多些關懷 不過有專家說,這個可能是腦退化的徵狀,需要特別照料 美國神經學系教授到期,今年6月發表研究報告 就指出,有語言的特徵就可以見到腦退化的端例 他們篩選了41位大約80歲的老人家 當中14位有輕度的認知障礙 然後被調查員分兩組和他們閒話加常 調查員事先是不知道誰有認知障礙 然後會問一下他們童年往事,回憶一下父母的事和家事之旅 有些就拿著照片給老人家看一下,問一下想中人的故事 經過統計分析之後,發現有認知障礙的 在限時的對話之中,用字比率特別高 換言之,即是在整個交談裏面口水化噴噴噴噴,不過都是恥不達意 教授估計是語意功能低下,所以要很多個字才把意思說得清楚 以及開始失去自省能力,沒有察覺到說話囉嗦,未做到嚴簡易蓋 有個很出名的修女研究,早就揭示了語言和老法是息息相關 他們在美國兩個城市,解剖了共74個年齡介乎78至97歲的修女腦袋 同時研究他們年輕時寫的字傳,分析他們句子中的語意密度 發覺他們句子愈簡潔,大腦壓葉、滅葉和頂葉出現的腦退化症狀就愈少 誰會想到原來年輕時的語文能力已經看得出老化的風險 你問要對付老化有什麼辦法?有白老鼠的實驗 發現吃得多些薑黃素,可以減少老人癡癌症中出現老斑化形成 可以提升記憶力,在一個迷宮測試中還讓其他老鼠優勝 坦日人吃了也有效,提升認知能力 說不定以後醒醒目目,不會再哆哆嗦嗦啦